这些信息你读一下 你读一下准不准确 看一下 然后出品这号码 电话 这些都对吗 都对 调查身份确认各资 位在中敏边境的小城瑞丽 现在不但投入6000多名防疫人员 还被分割成超过900个 所谓的网格 每个小区块都有专人紧盯 掌握所有人员的 然后通知核酸检测的时候 不能漏一人 全部要参与这个核酸检测 不敢大意 是因为瑞丽紧临 现在疫情正在延烧的缅甸 城里面很多缅甸人 甚至是偷渡入境的防不生防 更麻烦的是 这次入侵的还有Delta变种 不只是云南边境南方 湖北武汉的机场也接连传出确诊 光是一架来自阿富汗的航班里面 就有多达52个人感染 湖北境外输入病例的情况 也再次引发了关注 22例来自7月2号阿富汗飞往武汉的 MF8008航班上 还有30例无症状感染者 阿富汗现在已经累计超过13万人确诊 最近再次爆发 每日确诊数破千人 大陆专家分析 这次大陆各地出现的 都是境外移入案例 边境把关 不能轻忽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时